都说阿勒泰本地人滑雪滑得非常好 他们为什么这么擅长于滑雪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我身后的大山深处 这一派小人没有 看到了 这就是滑雪呢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 这一幅银画就表现的是他们在打猎吗 对就是他们狩猎状狩猎就是 那那单桥你看这什么 下面是雪桥 脚底下踩了一个板 对后头你看这边 就是背着刚才那个 背上他们的收获 就是他们的形状 你看后头都是 像这个牛 他非常是符合他的生理 你看他就全身在蹦跑 他的尾巴你看都是豁兔 飞起来了 对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 这一棵银画至今已经至少有1.2百年 真的是古人给咱们现在世人留下的一笔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当时这个滑雪是他们出行的一种方式是他们狩猎的最主要的一种交通工具 像这样的滑雪方式在当地还有很多人传承继承了下来 对非常普及像我们在我们乡里的非常普及 大家看到研画当中小儿脚踩的雪板其实就非常类似于我手上拿的这个雪板 这是当地的古老的毛皮滑雪板 你看它首先是用一块完整的木头做雪板 它的背面是拿这个马的前提的毛贴在了上面 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可以直接踩着它去爬坡去上坡不会打滑